華麗姐好 謝謝華麗姐 你好 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謝謝你們在百忙之中還能夠歷臨現場 先受我深深的一舉 謝謝你們 謝謝華麗姐 謝謝 OK好 對 我剛剛說其實這是你在台灣的處女唱對不對 對 所以感覺應該很不一樣吧 對不對 非常緊張 就是像很多歌手講的一樣 靜相情缺 真的齁 對啊 反而在這個最熟悉的地方 想要表現這個最好的這個內容 然後就會越來越緊張 對不對 有一點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在這代土地 大家對我們都非常的熟悉 對 那怎麼樣能夠在我們成長的這個土地之中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耳目一新 然後吸引大家來聽我們唱歌 我覺得這 這對我這一代的歌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所以其實這次做這個演唱會是 真的是考慮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才覺得說 可能自己 準備好了 然後我可以來 開始做演唱會 大概考慮八年了 太久 沒有啊 其實我覺得做這種事情 真的是必須要先經過深思熟慮這樣子 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在過去 因為小孩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是是是 可以開始來經營自己的工作 是是是 而且小孩比較大 就是會比較有多餘的時間 是 來開始為自己規劃 了解 開始把時間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是是是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要準備一場演唱會 特別是這個獻給自己家鄉的演唱會 當然其實這個 我這樣說不曉會不會不禮貌 不會啊 對 因為我考子上看到是 李懿君的歌很怕四五六年級 應該是三四五六七 對 我就想說 會不會有些三年級的朋友 其實也很喜歡李懿君的歌 像我媽媽就是三年級啊 對 我媽媽的朋友也有很多人 譬如說喜歡我們的歌 譬如說我常常走在馬路上 有時候碰到年輕人 他就會說 李懿君小姐我阿嬤好喜歡你的歌 你聽到這個反應是什麼 我好想知道喔 很開心 就是說你唱的歌呢 是完全跨界的 是是是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肯定 也是一個榮幸 應該這樣說對不對 就是透過李懿君的歌聲 可以讓這個家庭 每一個人都知道李懿君 不管是你喜歡布袋戲的 或喜歡看重搖的 或喜歡聽流行歌的 都有李懿君的一首歌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特別是這次在TICC喔 那這次的演唱會其實 我覺得有一些亮點 可以跟這個所有的媒體朋友 來稍稍的這個分享一下下 因為時間是在6月6號 跟6月7號 對不對 還開兩場 對不對 答應了我就後悔 其實我一直為這件事情呢 這幾天一直睡不著覺 而且我一直在試驗我自己的體能 因為那個時候呢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呢 我們是講6月6號的晚上 跟6月7號的下午 對 可是我答應就後悔了 因為我發現說這樣 我的女兒看到那個schedule 她突然跟我講說 媽 你這樣根本沒辦法睡覺啊 打打 就是說 完全是沒有辦法休息的 可是 我還是會盡量調適我自己 所以在最近呢 我就開始一直試驗我自己 譬如說前一天晚上 有時候我會去K歌 真的假的 對 去唱卡拉OK 然後讓自己可能10點11點才回家 洗澡睡覺 第二天下午 還可不可以再這樣子 哇塞 就有點 就是開始 做一個密集的訓練自己的體能 那個也算是另外一種暖身啦 應該這樣說 算是一個暖身